网品集团即将要上市 而且在礼拜四要办法说 竟然在孔庙办法说 真的很特别 那么更特别的是什么呢 就是董事长戴胜义说出了三步 三步当中最惊人的 就是要大家不要买网品的股票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他只想好好的经营 所以他不想要取悦股东 股东会上也不会发纪念品 那么礼拜四的法说会 在孔庙怎么样办呢 他的主题是半步论语创网品 要帮法人上一堂论语课 假发面具紧身低胸小洋装 王品尾牙董事长戴胜义 牺牲色相扮成Lady Gaga 这位很special的大老板 对于王品二月即将挂牌上市 也有惊人之语 竟然要投资人 不要来买王品的股票 甚至王品的股东会 不送赠品也不取悦股东 只想好好经营 希望股东为他们加油打气 我不是淡薄 我没有淡薄 而只是我 我比较喜欢快乐的人 因为我观察太多人 他的钱超出 他日常生活手需以后 他就会变得价值观 尽管要大家别来买 但是2011年 王品的营收表现 很难让人不动心 去年合并营收高达97亿 前三季EPS达10.67元 法人预估全年EPS将有12元 2012年营收更有机会大幅成长三成以上 像公司非常多的大小事 也都是要经过集体讨论 然后投票 也不能让它成为整个灾难 选在不好的时机上市 代生意也不在意 因为他打出三步政策 不买股票 不卖股票 也不谈股价 上市后也将维持低股本政策 鼓励尽量以现金发放 不会印股票 换钞票 原本还希望挂在食品类股 让股价低一点 同仁可以专心服务顾客 他则可以好好经营公司 2月2号即将举办法说会 地点也很另类 选在台北孔庙 因为法说会主题定为 半部论语创网品 法说会上少谈经营数字 多谈公司张成与论语之间的关系 要帮法人上一堂论语课 因为他从高中就很喜爱论语 网品的许多企业文化也来自论语 例如要求员工去爬百月 就是出自登泰山而小天下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 跟去喜马拉乡是一样的 就是说我们永远都有一个 挑战的目标 永远都不满足 永远都每天都很有活力 他更实践孔子的周游列国 亲自走遍100个国家 增加国际观 种种作为都显示出 这位大老板真的很不一样 东森财经新闻 王重文潘凯峰综合报道 大家好 好